我所知道的《康乔》,作者,徐志摩,徐志摩,1897年1月15日到1931年11月19日,原名张旭,自有森,小自又森,后改自志摩,浙江海宁人,晋级了,这朝来水融融的大道,直远处牛奶车的铃声,点缀着周遭的沉默,顺着这大道走去, 走到尽头,再转入林子里的小径,往烟雾浓密处走去,头顶是胶枝的鱼印,透露着木楞楞的树色,再往前走去,走进这林子,当前是平坦的原野,望见了村舍,初青的麦田,更远三两个蛮行的小山掩住了一条通道,天边是雾茫茫的,尖尖的飞影是进村的郊寺,听, 那小中和缓的青阴,这一带是此帮中部的平原,地形像是海里的青波,墨沉沉的起伏,山沿是望不见的,有的是长青的草原与沃鱼的田壤,灯那土腹上望去,康桥只是一带茂林,雍带几处冰亭的间隔, 五妹的康桥也望不见踪迹,你只能寻着那锦带寺的林木想像那一流青浅,村舍与树林是这地盘上的棋子,有村舍处有家印,有家印处有村舍,这早起是看吹烟的时辰,朝雾渐渐地升起,揭开了这灰苍苍的天幕,远近的吹烟, 成丝的,成铝的,成卷的,轻快的,持重的,浓灰的,淡青的,惨白的,在静定的朝气里渐渐地上腾,渐渐地不见,仿佛是朝来人们的祈祷,参此地溢入了天庭,朝阳是难得见的,这初春的天气,但他来时是起早人莫大的愉快,请客间这田也添深了颜色, 一层青沙似的金粉散上了这草,这树,这通道,这装设,请客间这同周遭弥漫了清晨复丽的温柔,请客间你的心怀也纷润了白天诞生的光荣,春,这胜利的晴空仿佛在你的耳边思雨,春,你那快活的灵魂也仿佛在那里回响,伺候这汉河的风光,这春来一天有一天的消息, 关心时尚的台痕,关心拜草里的鲜花,关心这水流的缓急,关心水草的滋长,关心天上的云霞,关心新来的鸟语,却连连的小雪球是探春性的小史,凌兰与香草是欢喜的出生,窈窕的莲心,玲珑的石水仙,爱热闹的克罗克斯,耐辛苦的蒲公英与雏菊, 这时候春光已是烂漫在人间,更不需殷勤问选,灰丽的春甲,这是你也有时期,可爱的陆正,这里哪一处不是坦荡荡的大道,徒步是一种愉快,但骑自行车是一种更大的愉快, 在康桥骑车是普通的技术,妇人,质子,老翁,一致享受这双轮舞的快乐,任你选一个方向,任你上一条通道,顺着这带草味的和风,放轮远去,保管你这半天的逍遥是你姓灵的不济, 这道上有的是青印鱼梅草,随地都可以供你修气,你如爱花,这里多的是锦绣寺的草原,你如爱鸟,这里多的是乔转的鸣琴,你如爱儿童,这乡间到处是可亲的质子,你如爱人情,这里多的是不嫌远客的乡人, 你到处可以挂丹借宿,有落浆与嫩鼠供你饱餐,有夺目的鲜果自你尝心,带一卷书,走时礼路,选一块清静地,看天,听鸟,读书, 眷了时,汉身在草棉棉处寻梦去,你能想象更是情,更是性的消遣吗? 路放翁有一连诗句,钻乎快马迎新月,却尚轻于趁晚凉,这是坐地方观的风流,我在康桥时虽没马骑,没轿子坐,却也有我的风流, 我常常在夕阳西晒时,骑了车迎着天边扁大的日头直追,日头是追不到的,我没有夸父的荒诞,但晚景的温存却被我这样偷藏了不少, 有三两幅画图四的经验至今还是许许地留着,只说看夕阳,我们平常只知道登山或是临海, 但实际只需辽阔的天际,平地上的晚霞有时也是一样的神奇,有一次,我赶到一个地方,手把着一家村庄的篱笆,隔着一大田的麦浪,看西天的变幻, 有一次,是正冲着一条宽广的大道,过来了一大群羊,放草归来的,偌大的太阳在它们后被放射着万缕的金灰, 天上却是乌青青的,只剩这不可逼世的微光中的一条大路,一群生物,我心头顿时赶着神异性的压迫, 我真的跪下了,对着这冉冉剑影的金光,再有一次,是更不可望的奇景,那是临着一大片望不到头的草原,满开着燕红的音速, 在青草里亭亭底像是万盏的金灯,阳光从褐色云里斜着过来,换成一种异样的紫色,透明似的,不可逼世, 刹那间在我迷眩了的视觉中,这草田变成了,不说也罢,说来你们也是不信的。